按照中央的部署 9月24项房地产金融政策已经全部发布 其中层量房贷利率的调整 是中央决定的一项重要的汇民生政策 汇集5000万户家庭 每年减少家庭的利息支出约1500亿左右 支持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两项金融工具 人民银行与证监会金融监管总局 我们走进了工作专班 正传基金保险公司的互换便利 已经开始接受金融机构的申请 股票回购增持专项贷贷款的政策文件 与今天的正式的发布实施 一览子政策发布实施以来 国来外给予了积极的正面评价 有力的提升到社会信心 对于促进经济金融的平稳运行 发挥了交易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咨询 转发出